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泰山举行风禅大典 更加进一步奠定了东岳泰山的地位 而泰山之神就被尊奉为东岳大帝 他的封号在不同朝代都有所不同 从同代起 朝廷屡次加封东岳大帝的名号 从天齐王 天齐人圣帝 到天齐大身人圣帝 天齐的意思是只好像跟天一样高 泰山进极高危 古人视作为通天之路 而修道之人就以祭祀泰山为敦仙之道 在道教信仰里面 东岳大帝不单止是一位山岳之神 他还有着其他的神灵 这个可以从东岳一词开始讲起 根据五行学说 东岳泰山围处东方 属木 而东方是太阳升气的方位 亦是阳气新法的方位 因此东方被认为是万物之耻 东岳就有着新法的特性 加上古人有魂归山岳的信仰 所以认为泰山是一个阴阳交泰之地 因此东岳大帝就有着掌握人 生命长短的职能 报告里面就提到 东岳大帝客客有专门审理亡人的 三十六曹 七十二师 主理着人的生死贵战 他亦是其中一位阴曹之主 统立地府 东岳大帝亦有属于自己的元帅兵马 其中四大元帅之一的温元帅 本身就是东岳泰保之首 不少人都会向东岳大帝歧售言命 又或者为亡者在东岳大帝前面行超渡功德 其求亡者早日升天 不过大家又有没有留意 在不少的东岳庙里面 都会附有七十二师殿堂 目的就是要警惕着我们要行善去乐 注意日常言行 做一个正直的善人 你刚才看过的是 道教电视频道道通天地 如果你都喜欢我们的节目 认同我们宣扬道教思想的理念 希望你可以支持我们的营运开支 大家可以将善款以支票的形式 寄到来逢迎仙馆 支票背面著名支持道通天地营运 又或者可以将善款直接入到逢迎仙馆的户口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一同共宏大道道祖保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